海军金江舰物射雄三飛彈引發国际关注 日本方面共同社以台湾海军物射飞弹为题 描述两岸关系在政党轮替后处于尴尬状态 发生物射飞弹事件有可能引发大陆反弹 港媒更大篇幅报导还介绍台湾自行研发的雄三飛弹 破坏力之强被军方视为21世纪新三弹之一 台湾军方今早向接近澎湖水域 创五发射音梅洪峰三营导弹 美媒纽约时报则以台湾海军不慎发射反舰飞弹为题 指出雄三飞弹朝澎湖列岛飞行约两分钟 而且方向还对准的大陆但没有越过台海中线 温中还强调事件是发生在总统蔡英文 在巴拉圭进行访问期间 英媒每日邮报都大的标题更写着 台湾军舰朝大陆误射航母杀手飞弹 射程范围达200英里 路透社标题则点出这起误射事件 适逢中共党庆 BBC也不约而同在文中强调 这一天正好是中共建党95周年 外媒几乎一致定调 雄三飞弹救世朝大陆 就怕误射事件将两岸推向危险边缘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